繼續來看 台北市有一堆 社會相生的收入董 今年的八月到芒家一間 尊公共華優地峰去托車 說去讓老叔跟鄉長北東來對台 第一堆一個月 讓老叔打五十五次 媽媽是不敢再討厭 再去開記者會來公明 這經過的過程 是說跟別人這樣老 說小孩的小孩不拿一個 幼地峰的行程怎麼來背負呢 行程說她不是打小孩 她是在打小孩 我是一對雙胞胎的媽媽 那不好意思 因為我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很難過 所以媽媽真誠心 要是真堅強和事情說出來 因為她的生生的女兒 有意見中的 今年八月 想去旁家一間尊公共華優地峰去托車 所以讓老叔不動對台 這些鑑識器畫面當中 都有清楚拍攝到孩子們害怕的表情 跟被暴力對待的情況 我的女兒累計被毆打 次數為五十五次 原本就是專業輸出 可以讓生生的重風好起來 誰也想不到這幾個月的時間 早點的重風還比較嚴重 甚至真怕說沒有懷疑上課 她又叫歡迎 只得到這種回應 但教育局的承辦人員吳小姐告知我 需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來進行處理 請問教育局為什麼會把這間幼兒園 設立為準公共化幼兒園呢 議員眼鏡比他站出來拍片 夠有叫因為小孩 如果這對生生又有記帶孩子 就已經舉報說 園長把小孩關了五次 教育局知道了 去了解之後沒有做任何的財處 我們是有教小孩子 可是沒有肆虐他 目前我們的時間大概是 暫定在十月二十四號 可以六萬到六十萬 那我想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會很順重的來處理 有關這兩件案件 交由教育局會繼續調查 10月14日會做費公佈 那是差前後是屬失 剛才的鐵肥公特補助 最嚴重的連幼兒橫馬鐵照 面對這樣的說法 也實在很難接受 畢竟已經造成傷害 現在只要五萬不要够了一個 小孩想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